我们请他把报告给他 那个让我们欢迎 非常高兴跟同学们来交流 但是这个报告是 本来就是我到华中科技大学做两个报告 一个报告是面向公众 一个报告是面向哲学专业的 有个逻辑专业的老师和同学 所以这个报告是比较专门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讨论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感到有点厌烦的 所以我想不会大家都感兴趣的 所以说待会儿听大家厌烦 要走就走 我不大知道 再问一下 这里是理科同学哪些 理科同学 理科同学没有昨天的多 大概是二分之一不到一点 那个是二分之二 那么其他文科同学都是哪些专业的 是哪些专业的 学过逻辑学没有 这个声音听起来好像是一半五分之二学过 那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今天这个报告期率是比较高的 假定同学们是懂得不少的 那么但是不要紧让我们这儿大家就试试看 大家如果有问题就不断的可以交流 那么就有没有这里雷同听过昨天报告有哪些听过的 哦有几位听过昨天报告的 那知道了那明白大租觉得了北伏之九失 九失的人士没有听过昨天的报告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 那么 呃呃呃这右旁边插上不要紧啊 我现在先开开讲的开场摆啊 插了是吧 插了那么呃现在就是要进去 嗯 好的 那么就是大家知道这个逻辑学啊 它是这个研究研究那个啊 先建文件夹是不是 嗯 我是关牌 不是光盘 官排首先光盘 对对对 爱 对对对的 不看报告 对对对 开放的社羞气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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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键 对对对 就这样给 这样给 对不起 我还要再找一个图 好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逻辑学家 是一个要构造 一个新的逻辑系统的 一个想自己建立一个逻辑系统的 一个逻辑学家 他的工作怎么工作的 他的工作大概思路怎样的思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下面再怎么样来 通过我这个讲座 大家看看就是一个逻辑系统 怎么样从一个问题出发 怎么样一步步地构造一个系统 把这个过程连续给大家 那么有些同学进行自己 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一般逻辑学的 是关于知识 他是要描述这个东西 他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也表达了某种东西 然后对某种东西去推理 会支持表态推理 是这样的 那么他表达什么呢 不同的逻辑系统 他这个所要 他的是个形式语言 他看上去是四季符号 看上去他好像跟具体学 可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他是形式 当代的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 一个形式语言的解释 所以叫形式语 所以这里面你看不到 那个具体内容 但是呢他这逻辑学里面 那些具体的结构啊 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波尔代数他也都知道了 那波尔代数他就是 描述了我们开关系统 开关系统 所以所以呢 波尔代数他写在那边 只是一些记号 但是你可以把节制的开关 我们就说 哦我们可以波尔代数来 描述了开关系统 那么这样 那么所谓的逻辑系统呢 它是说一样东西的 然后比如说我们数理逻辑 大家看到有一个形式语言 有形式语言 有形式这个推理系统 就是这个公理在里面 他说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在 是在为数学基础活动的 他是面向数学推理的 所以他脑袋里 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他想到是数学 那么像这么一种 用形式语言 割造逻辑系统 那么当代的这些逻辑系统 往往是用这种形式的方法 用逻辑的方法 来描述一个具体的理学 就好像我们一个算法语言 我们用这个算法语言 可以来描述一个 什么一个快速系统 才会去的关系统 我们可以做这些东西 所以这种是这样的 那么所以首先 有一个具体的问题 有具体的理学在里面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 这个科学研究从问题开始 那么我们知道 找到好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能够做这个好结果 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首先呢 你要看得到 有这个问题 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这样看 这样看 这样看 这个东西 当你还不能够把 你脑袋的问题 很明确地 呈现在你的眼前 表达出来 脑袋不能抓着抓着去看 那说明你对这个问题 还没有了解 那你没有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去讨论它 所以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问题 在那边 然后呢 把这个问题分解开来 那么用一种逻辑的语言去表达它 表达以后 你再看看 那么这个问题 被一个逻辑语言来表达了 那么看看这个逻辑的语言 直接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好像同共一样的 这里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里是一个语言 然后开了点的关系 那么就会发现一些语言之间的一些关系 那么这一关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语意关系 那么这基本的逻辑关系搞清楚以后 那么你就对这个问题 你有一个最初步的逻辑模型了 那么然后你再开始对这个 用逻辑的方法进一步处理这个模型 这个逻辑的一个结构一个框架 进一步的把它表达出来 把它写这个很复杂的系统 然后吧 再开始进行推演 再开始进行一些表达的什么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 从一个问题开始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形式化的过程 到这个系统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逻辑的运算 那么由于你这个逻辑系统 刚开始是为了这个问题而设计的 是为了表达这个问题 那么所以呢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些其他一些问题 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逻辑的方法来描述它 来解决它了 就好像你用逻辑的方法 你用一个算法语言 你表达了个具体问题 那么就可以计算机上 计算机那套程序语言 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大体上就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我们要做这个什么东西 那么就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说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就很多年来困扰我的问题 就这么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做一个不确定的随机试验 随机试验 许多数学都知道随机试验 比如说真硬币就是随机试验 那么真硬币的结果有两个 一般说起有两个 正面硬币的正面朝上 硬币的这个盖面朝上 有两个这样的结果 有两个这样的结果 对折硬币 这样的 那么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 那么如果说 让你对折硬币的结果 你有一个明确的预测 那这些正面硬币 你只能很清楚知道 它是均匀的 它是均匀的 它是刚性的 它是不会破的 均匀 刚性 那么而且折硬币的房间里面 空气是禁止的 重力长也都是均匀的 正常环境 那么如果说 有两个情况 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说你对这面硬币 你不是很清楚知道 这个硬币是怎样 你不是很清楚 你不知道它是刚性的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它是刚性的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均匀 知道 另外一个呢 你对折硬币的实验室条件 你不清楚 它是不是 时长均匀 分布置均匀的 是不是空气的动力学 发封了这个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如果 你就是说 在一个不明的 在不明条件下 这个条件不明白 在不明条件下 你要做一个 折硬币这么一个 一个实验 结果的做 那么这时候 就会成这样的情况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结果 立举齐全 立不全 正面 正面 正面朝上 反面朝上 或者呢 中间竖起来 或者破撑两半 或者爆炸 或者这样子 所以说 所以说 所以这时候如果说 要你来 把这个所有实验的 可能结果立出来 你就会发现 立不齐全 那么立不齐全 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在这个 立不齐全的话 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事件的概率 都核查起来 不是一 因为没有不齐全 还有一个你不知道 什么东西 那么这用学术化来说 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不完全的 样东空间上 如何来度量不确定性的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现在这个 日常生活当中 大量所碰到的问题 你比如说 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做一个大规模的投资 然后它带来的效果 是什么效果 这个环境 和社会 那你就不能去搞清楚 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就认为 好像我们做一个随机实验 都会有一些 有些固定的 一个完整的样本空间 那么这些都是 都是对这个 这个 都是对那个 那个什么的 一个 一个 抽象 一个理想化 理想化 那么理想化就是这个情况 有的时候 你愿意接受这个理想化的结果 因为为什么 万一出现一个新的情况 对你的损失不是很大 所以你可以接受这个理想化 万一出现一个反常 这个反常 它不会带来很大的威胁 或者在你这个 实施的范围当中 有没有这种情况 几乎不会出现 那这时候 你就会相信这个理想化 那么如果这个环境 万一出现一个非常大的结果 会非常重大影响到你的这个 整个决策 整个的这个事情的成败 那你就会觉得 这时候你不能够把当前 你所能想象到的 所有可能的结果 近视的 理想化的 作为所有的可能和果 那么这个问题 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被解决的 它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它是没有被解决的 不是说到我现在这么说的时候 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没有被解决 你们去翻书 任何这个问题都翻不到 像这么一个问题 是这样 那么这个问题 是我很多年来一起 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当然我发了很大的内容解决的问题 但好像是没有这么解决的问题 后来又发现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概率论的基础 是结合论 是结合论 是一个无穷结合上的一个测动 概率是个测动 那么接近概率的 首先概率的基础是一个结合论 同时概率系统的构造 它有一些最基本的逻辑原则在里面 因为概率的这个极端的情况 你把概率的 要不过只有两个点 零跟一 两个点 那么它就是一个命题演算 就是波尔大学的命题演算 这样 那么说一说一说 这样看起来就是说 如果说你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你直接去解决它 它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先要把这一类现象的逻辑结构 先搞清楚 那么然后你才有可能 利用这种逻辑的方法 才有可能再来建立一种其他的度量问题 推理问题 这样 所以整个的研究 就是这种研究的动机 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但是又被人所忽略的问题 那么它的应用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我上次在我们买那个彩票 那买彩票跟那个抽奖是不一样的 抽奖那个箱子是固定的 因为一万张彩票在里面 那你随意就抽一张 就是了 就是了 那么这个你买彩票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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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断的有人在买的 你不知道 你买的时候 你不知道有多少人 会买彩票的 就这就这 那这时候你怎么来决定 你要买还是不买 你怎么来估计 理性的估计 你买彩票获奖的可能性 麻烦这问题 麻烦这问题 所以说 所以说 同时像这种大量的这个 这个决策论里面 不确定分析里面 都是这种现象 所以这个背景是这个 那么好 那么 现在就是说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事情 就是说大学说 我们没有办法 这个 力举出一个 不确定事业的 所有可能后果 那么也 什么叫不能够完全力举 也就是说 这个名单会延长的 你力举那百个 它一百零一个 总是可能的 会延长的 那么也就是说 有一个类 这个类啊 是会搭起来 会快大的 那么当然 我们就把那种 它的成员会 不但增加的那种类啊 我们就叫做开放类 这开放类不叫 这个叫做 Oper-ended class 它就可以这个 可以到这个 我马上查一下 它这个 Oper-ended class 它就可以查一下 它这个 Oper-ended class 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到底怎么样 研究 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像 Oper-ended class 的东西要提到 情况大量存在 比如说 那个华中文文化 也是 那么它就是 Oper-ended class 为什么星星不太会进来 不太会进来 你头脑里 得掌握的那些 有些概念 比如说我们说 恒星 恒星 星球不太会增加 当然有的会说 哎呀 这个Oper-ended class 会不会少呢 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 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讲 有一颗星星被毁灭了 它消失了 物理学上没有了 但逻辑学上它存在 我们可以说 那是一颗星星 那是一颗 已经消失的星星 那星星里面 可以做个分类 现在存在的 会已经消失了 所以呢 所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 那东西指挥增加 不会减少 一个人一个人过世了 那已经过世了 巴拉脱是不是人呢 当然是人了 巴拉脱死了 他不是人了 所以人的概念指挥 那不会减少 那单向的 那么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 如果说我们在一个 把一个事情 世界放在一个时空 一个序列里面 来看这个世界 那我发现 就是说 在一个断面里面 事情是固定的 但是一考到时空 它就会不断地增加 只要我们打算 在时空序列中 考察一个系统 那么在任何时空的断面 它都可以表达为 是开放类 不断增加 那么只要我们去描述 这些开放类 描述开放类 你要描述开放类 你要去设计到那些 现在还不存在 或者你还不知道的东西 所以呢 所以这个开放类 是广泛地存在于 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当中 大家一想 就这样 当然 有些类不是 不能说是 不能说是 开放类 比如说 所有的时数 那么 我们是个十无穷 就在这里面 小于十二的所有欧数 它是封闭的 但是那些跟经验世界有关的类 很多都是开放类 那么究竟怎么样从性质上再来划分它 那么我们不是今天的任务 那么这个就是发现了所谓的开放系统 物质和能量 以外界交换的开放系统 就是有系统论里面 把它开放系统 它不再会增加东西 那么比如说 游戏 游戏 家族类似 那么我们知道有些概念 我们是可以下定义的 下定义的 那有些概念 我们是没有办法下定义的 那么他们 他们的成员之间 只有 所谓下定义的话 那就是我们能够给出 这一类对象的一个特点 满足具有这个特点的 所谓这类对象 所谓这类对象 这类对象 这类对象一定就有这个特点 它就有这个东西 有个性质在里面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给游戏下定义的 你说游戏好玩的 那游戏不好玩的也是游戏啊 你是游戏 有益神经健康的 那游戏不利益神经健康的 那也是游戏啊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下定义的 你再仔细看 考虑一下这个 在亚伦德斯多德这个时代的游戏 那么跟我们现在游戏 你就会发现这个 概念的内涵和外液 都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对游戏 这样的概念的内涵和外液 做一个清晰的一个描述 找不到 那么既然没有办法给它清晰的描述 那么它的内涵和外液 都会不断变化 都会扩大 那内涵一变化以后 那么标准变化 新东西就不进了 那当然也有人从那个 这个概率论的角度 来研究这些东西 就是shuckle 那么第一个 第一个想到 刚才我所说的那个 这个不完全一样 空气上度量 我就第一个叫shuckle shuckle shuckle这个人他是 kens的学生 好像在 他在kens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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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他是英国的那个 战争时期能够 不知调动的一个同胞 一个复者人 后来他战争结束以后 他就到六谷大学大教授 那么大概才会有一个过程 年龄非常大 那么估计他能够去这样的 主要是在战争时期 经常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 而这些突发事件的结果 是没有办法被预料的 没有办法事先规定的 这没有一个规律 没有不知道有什么规律 能够在支配这些突发事件 因此他没有办法 例如这些突发事件的所谓的后果 所以这个可能是他的 提出这种希望能够研究 不完全样的空间上的 那种决策理论 动机 这样的 但他自己好像没有做过 我猜得是 那么他当然提出一个理论 当然这个理论是有些问题 在这我们不打算找这个问题 后来还有一个叫bisnets 这个是一个 布鲁塞尔 现在是布鲁塞尔 那么他也希望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他这个问题 也没有被解决 但没有被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知道 开放力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人类 现在所知道的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工具 逻辑工具 逻辑学数学 都是在这个封边内上的 但是在结合论里面 一研究一开始 就给这个universe 给定了 给死 不不变 那数学是这样 概率上的都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找不到 不明白开放力的这个特点 不明白开放力的这个特点 所以呢 他们就希望用那种描述 希望用那种描述封边的那些方法 不要不要不要 待会儿 回到原来去 回到原来那个图 对 因为我待会儿 我要调用下面那个图给大家看 因为那个就很难了 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应该没问题吧 看不清楚 啊 后面看不清楚 哦 主要是待会儿 我要调用这个 来往调用的 你再按一个escape 就能够出来 你再按一个escape 那那那那去吧 F5 啊 这是个一定的号研究吗 需要号研究吗 这边怎么办 F5 对的 待会儿你按一个escape 就退出来了 你待他退出的很前面 我都试过 没问题 那话头无所谓啊 啊 要话头吗 听不清楚吗 我的话听不清楚是不是 还是用话头比较稳定 我不知道我的话 你听不清楚 来来来来 我来 因为我自己听起来声音很响 哈哈哈哈 就这个方就行了 行了行了 这样行了吧 声音没出了 你把声音调一下 这个声音调一下 好 好 小一点 好 那这样 手画可能有没有效果 嗯 好 行了 对吧 那么就是说那个 嗯 因为他们没有一种处理开放力的方法 所以他们拿到一个 拿到一个开放力的问题 马上要引进一个东西 让它变成一个封闭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用他们所熟悉的 那些数学工具 就是他们拿 这当然 因为当然 因为你这个类似开放的 你把它搞成封闭的 那本来就把这个问题给取消 就没这回事了 就说 那包括你们 我刚刚讲的 如果这里有那些搞那个 人工智能逻辑的人 那你们可以查查这个 Oper-end class Oper-end class 你就发现 就是说 现在在人工智能学界 做Oper-end class的人 他们的方法都是什么 就都是把一个封闭类 变成 都是把一个开放力 变成封闭类 但是就是这样 这样 那么这样的方法 我的意见就是说 就是说这样 把问题取消了 有些问题 这个就是我这里所说的 Mercasey 就是他们道理 他们建立这个非待的推理 那么他们都是有问题 那么好 那么就是说 就由于这个各方面的原因 刚才说的社会 社会现象 认识论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里面 那么都有一些开放力 但是我们的工具 这个不够完备 那么我们都用开放力的方法 用封闭力的方法 也就是开放力 那么这样就 不能够解决问题 那么我们这里就准备 就是说 从那个哲学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 开放的一些特征 然后呢 就是说 找到如果你要用一个逻辑 来描述开放力的话 那么这样的逻辑 它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证明 那么最后呢就是说 给出一些构造 逻辑系统 最基本的一些原则 那么就是说 那么就是说 我这里就是说 因为这里就是说 那么我们这个下面的讨论 分成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说 用修复问题 用修复问题 那也就是开放力的问题 修复问题 来解决方案 修复问题 大家知道什么叫修复问题吗 知道吗 知道吗 修复问题知道吗 知道的举手 哦 这样 我告诉你们修复问题 修复问题是什么问题啊 那比如说 已经知道的天鹅都是白的 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那么是不是能够说 已经知道天鹅是白的 那么是不是能够说 下一个天鹅还是白的呢 那么根据归纳法 美举归纳法 已经知道天鹅是白的 那么下一个天鹅是白的 这么说的 那么修复就说了 他说 你这样说是能够报理的 因为你的知识是 已经看到的天鹅是白的 你的结论是 下一个天鹅是白的 为什么 前期里面没有告诉你 怎么都推出来 那么有人就说 我们就说 世界呢 在一致 世界的这个 昨天 今天 跟明天都是一致的 那么过去的天鹅 都是白的 结果上一致的 那么他就问了 你怎么知道世界是一致的呢 你又没有借口未来 你怎么知道 未来 现在和过去一致的 这么说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证明 就是说 这个未来和现在和过去 是个字的 我们没有办法来证明 这个 下一个将要出现的天鹅是白的 为什么呢 你要证明 你要用演艺推理的方法 而演艺推理的方法 那么他的结论已经在前提里面了 那么前提里面没有 没有谈到 那个上位出现的天鹅 结论没有了 那么你说 用归纳法 也不能证明他 用归纳法 因为你用归纳法 就不证明他 因为你本来就在说归纳法 是不对的 那你再用自己的正义的方法 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那就更坏 这简单的就是修梦文系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那么我们修梦文系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么然后我们从 从那个 从他这个开发的特点 性质概率出发来解释语句 也就是这个条件 那么最后我就建立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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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啊 因为这个开放类啊 它会这个 加入这个 新的成员 这个扩展 因此存在所谓的 这个开放类的 化分问题 那么 如果 因为开放类的大成 那么 所以开放类成员 可以分成两类 现有的成员 和 新的成员 现有的成员 将要是新的成员 就这么个问题了 那么 如果你封闭了 就没这回事了 成员固定了 就没这回事了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那么 如果说 如果说 你知道 开放类的原有成员 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那么 它的新的成员 是不是会具有这样的特点呢 那么 这样 我们就开始 就 就开始 在 在开放 在开放 这个层面上 来 讨论一下 那么 我们下面的 下面的问题 我们要把 开放类成员 被修复问题 挂起头来 然后 要再把这个问题 一个否定词 挂起头来 那怎么回事 因为你要讲 什么叫做 对一个问题 对一个领域 描述这个领域的逻辑结构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就是说 一个领域放在这边 一个形式的语言 放在这边 你用这个语言去描述它 还用这个领域放在碳以后 那么新的那些 新的逻辑也在那边 那么逻辑语言里面 它就有一些 语意结构 语结构 那么他们这些 这句子的逻辑会是怎么样 那么这些句子的逻辑关系 就是 那么这里我们先来 修摩问题我去介绍过了 所以我这就不再多说了 不再多说了 那么这个修摩他自己的问题 他谈到就是 刚才我说这个乌鸦是 一看到这里的乌鸦都是黑的 下个乌鸦是黑的 就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是对我们的知识来讲的 就是你知道的东西是 这么多的东西 那么以这个未知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知识的关键问题 那么但是实际上 这个讨论修功识的时候 它不仅仅 它有一个更加广泛的一个形式 这个形式更广泛 就是说它可以考虑 它这个问题的逻辑构 因为这个归纳法的特点 它是一个放大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比如说前提是 已经知道的东西 结论排到是未知的东西 所以呢 结论里面包含了前提里面 所不具有的那些知识和信息 所以它是夸大性的这种问题 那么在政策上的要害 它倒不见这一听 又要跟这个认识论有关系 跟知识有关系 任何都可以 所以呢 有一个人叫塞尔 那么一个匹治保的一个科学家 那么 那么他就对修目的所做了一个 给他一个一般化的一个说明 放大些论证具有保证性吗 也就是说有一个论证 论证呢就是一个语句篩 语句篩里面呢 有一个被指定为结论 其余呢 其余这语句呢 被指定为前提 那么当然一个语句篩 做了这样的规避以后吧 就变成论证了 那么什么叫保证性呢 那么如果前一种证的情况下 那么他结论是不是可以死 如果前一证 结论一定证 那么一定证 必然证 他就有保证性了 保证的 但是演一推理就有保证性 比如说所有的人都要死 那么张三死 所以张三必有一死 那么前两句是前的 张三必有一死 所以前一证 在做几个题的时候 我们在做几个题的时候 证明其实我们也是用演一推理 前一证也不定证 那么这个讲的是演一推理 那么这个讲的是归了推理 放荡性推理 有保证性吗 这就是逻辑学生的法证性 因为你看 你看放荡性 我们可以用逻辑的数据来 描述化大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逻辑性的数据来 描述保证性的问题 所以说这句话有H 这句话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 找不到 我们哲学里面 其他里面 找不到人理学的子具 找不到本学的子具 找不到美学的子具 找不到人理学的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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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找不到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逻辑性物体 那么 它所拥有逻辑性的问题 逻辑性物体 给它很抽象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给它自己解释了 解释了 就是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句子 一个放大线论证 里面的句子可以说 关于乌鸦的 关于鸟的也可以 就是说 这个曾经就抽象了一个形式 使得我们可以 使得给它具有多数解释 那么实际这种肯定的方法 就是对任意量度理具 只要它们任意量度理具 只要它们构成了一个协调 才放大线论证 只要它是前提 结论里面包含前提所不具有的定义 那我就可以对它 把实际就提问了 你提问了 把实际就成了修谋问题了 你可以说这个是原因 就是结果 那原因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因为结果里面包含的信息 原因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因果 关于因果的一个陈述 原因所在这边 结果存在这边 所以它也构成一个修谋问题 所以说可以多种解释 所以这样一种 所以说当我们一直到这个 修谋问题有一个抽屈之后 而这个抽屈之后 可以有很多解释 而这些解释 有些是非常有意义的 然后我们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厉害 但是我说因果关系就是 因果关系把它写出来就是一个 修谋问题 就是一个 就是规刀子 修谋问题就规刀 结果 有原因一定会有结果吗 原因发生结果一定出现吗 那就来了 大家知道修谋问题 厉害了 因果关系是我们每天碰到的 那么我们每天当然也会预测 明天天会天行 太阳明天会升起来 那所有这些问题 都会修谋解关 所以修谋问题 实际上对我们 人类生存的技巧的合法性 这些问题 那些规刀的方法是 我们人类生存最简单的技巧 最必须的技巧 最必须的技巧 那么由于这个开放力这个数量会增加 那么因此从文体论论识的转过来看 那本体论就是讲世界 讲世界的东西 就讲本体论 简单来说 认识的 就讲我们脑袋也就是知识 就是世界的认识 那么它有一个自然的问题 那么新出现的 或者先前未知的开放力成员 相似于它原有的或者体制的成员吗 这样就把这个接起来 好 下面我们看看 怎么样这样开放力的问题 怎么样又跟修工问题有关 怎么样又跟逻辑有关 怎么样又跟逻辑有关 那么有一个类 这个类是开放力 有一个类上的点 那么我们在类上 我们做一个划分 就是性质 那把这个类都划分进来 比如说 这个这个 这个大学学生 我们根据这个 来分类 这个划分就完了 当然我们假定一个学生 不能在两个系里注册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系 那么如果说这个类是封闭的 也就是这个类的成员 不会增加的 那么如果说 一定这样 一定这样 因为你这个 因为你就是这个类 上面做了一个划分 那么当然这个划分 覆盖了所有的对象 所以里面任何一个对象 一定是具有某一个性质 一定落到某一个区域里去 有问题 那么如果说这是开放的 就会怎么样呢 那么如果说 某个开放里原有成员 具有某种性质中的 某一个性质 Pi 那么新成员 是否一定具有 这个性质里面的某一个性质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一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 已经知道的鸟 鸟在这边 或者说已经知道的物体 各的物体都在这边 所有的色彩都会放这边 我们根据颜色来进行分类 都破坏了 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 不对新的东西增加了 新的星球会出现 新的东西会出现 那我们就问了 那么新出来的东西 一定是不是 我们现在分类了 并世界上所有东西一分类 整个宇宙都不分类 就吃醇黄绿青蓝子 吃醇黄绿青蓝子 分类了 那么以后下一个时刻 来个新东西 它是不是一定也是 吃醇黄绿青蓝子呢 有这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可以根据体育爱好 对华州里面的大学 华州国际大学学生 去分类 加进每个人整个爱好 因为一项运动 不分类了 突然明年来来 跟非洲留学生 不知道哪个部落来 那么这种人 他的活动 绝要好一定跟你们 一定跟现有所一样 那不一定 那这就是问题了 你说一样 你要一个理由 你说不现有这个理由 那么所以说 这就有一个基于这个 对象划分的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开放的成员又成员 有某种性质中的某种性质 那么开放的新成员 那么师傅进去做新的呢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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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比如说 以知对象 我们这里 这个 UP 就是说 以知对象 UF 是位置对象 那么如果 以知对象里面的所有个体 都具有P 这么一个性质 那么 对于这个 新个体 新个体 或者 对新个体 或者说的更加 更斑一点 对于这两个理由 合起来的所有个体 那么这句话 是不是也是真呢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对这个 用一个严格的语言 来表达那个 那个 修复问题 原始的那个 基于认识论的修复问题 这样 那当然 我们下面就以下面提出一个 基于这个 认识的对象 划分的修复问题 那么这已经知道的对象 α1到αm 在α1到αm上面呢 我们有一个划分 就是 PE到PM 那么新的对象 所以说 对于已知对象而言 那么 所有的个体 要么是 PE 要么是P2 或者P2 或者P2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 新的对象 是不是一定 也是要的 这个问题 我刚才就举例说过 对 已知的对象 不是P1 或者P2 就是 Pn 新规象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什么叫做一个划分呢 对于自己的规象分类 就是说 对于这种规象的一个描述 也就是知识 什么叫知识 知识就是分类 这个是这个 这个这个 然后也就各个分类 这些关系 那就是知识 所以呢 过去的 所以我们的人类知识 就可以表达分类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知识 能不能够回来呢 认识最下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了 那么划分的问题在那边了 那我们都想到了 有划分的问题在那边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 来看看 就是说 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划分问题 就是活动问题 那么我刚才也说过了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规纳法是合理的 因为规纳法是放大性的推理 规纳法这个前提 结论所具有的尽性 是超越前提 结论具有前提 有所没有的尽性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 用一个演义的 用一个演义论制的方法 从它的前提来 就是结论的 因为演义推理是非放大性的 演义推理的结论 的信息一定不在前提里面打 那你规纳论制的结论 的信息超越前提了 所以演义方法就不能做了 就不能证明了 那所以人家说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证明 规纳法的本 没有个方法是正规纳法的本 当然我们有规纳法自己 当然不能证明自己 所以我们人类的方法 有这个方法 就不是演义方法 就是规纳法 演义也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规纳法的合理性 那么这个是从修摩 那个时代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就懂什么人 那么93年的时候 我在这个 国外的20岁段上 发展了一些文章 就是说 我们 虽然我们不能够证明 规纳法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证明 规纳法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的工作 都不行 那你想想看 不合理 我们整天才用 当然 这个理由不是那么简单 你这里有一个证明 对 真的 那么 也就是说 首先有规纳法 规纳法有个前提 有个结论 那么所谓的 对它 证明它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前提 就是什么 就是假 所以你要从这个前提里面 因为H1到Hn 能够推出非H 就是假的 因为H1 Hn到H 各物是一个规纳的证明 那你现在要证明 这规纳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当前提为真实 就是假的 不强 那么证明的方法 只有这个是什么 要么是逻辑公理出发 经验 证明的方法只有两种 要么是演义法法 要么是规纳法 演义法法只有两种 要么是逻辑公理出发 要么是逻辑公理出发 可以补加一些 其他学科的 加上一些非逻辑公理 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这个学科 都知道 就是说我们这个数学系统 就是这样 有 物理学都在 物理学有逻辑公理 物理学的理论 假定逻辑公理 假定有数学公理 同时也假定物理学的一些定理 物理学都在 所以光光逻辑公理 构造过来物理学 那我们这里是一块 那归道场 这里也是两种 一种就是说 用一种归纳法 来说明自己是错的 我说有错的 另外就是用一种归纳法 来证明另一种归纳法 是错的 别过这四种话 我给其他 那么你单纯的用这个演义的逻辑 你如果说一个归纳推理在那边 他说前提为真实 结论就是x 那么你现在用演义法证明它是错的 也就是说前提出发 证明结论是非x 那这个结论说明什么 这个结论就是什么 这个结论就是说 你那个归纳论是自相矛盾 但我们刚才说过了 所谓的归纳法是放大性的非自相矛盾 我们不说归纳法不是自相矛盾 所以第一个 不可能 不定上对不起 因为你从归纳法的前提 推出归纳法的结论是假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说你这个论证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你的结论的否定 运来在你的前提里面 所以大家如果听我这个讲课运的困难的话 大家想一想看 自己是如何做 中学的时候如何做几颗题 我跟我的学生老师在说 你到我们这里学逻辑 你先回忆中学里面做几颗题 把那个感觉给找回来 找回来 那么好 那么如果说你借助一个公理 非逻辑公理来进去这里 人家问你 那这个不是逻辑公理 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对的呢 大家知道什么样的逻辑公理啊 逻辑公理就是任何钱块都不错的东西 比如这些逻辑公理是明天或者天晴 或者并非天晴 所以逻辑公理都从延迟 就在任何地方不错 但它没有任何信息 因为有信息 它就告诉一些事情 告诉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就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发生 所以说就不会方知识盖尔坚存 方知识盖尔坚存一定是错的 一定有地方错的 方知识盖尔坚存一定是没有 没有说任何东西 什么话都会说 意思 所以说你现在拿回路的公理来给我们看 那我先问你这个菲洛书公理是干什么的 大家对它错的 然后这些事情说明不难答 因为这个要是哲学书来讲 这菲洛书公理就是个座法判断 而座法判断的合理性 它是要通过去事件 经验事情去事件或者类似事情 说明哪 好 两个问题 这个自己证明自己是错的 我证明这是个非乱 我说我是错的 那就不是不乱起来 到底我是对哪个错的 我是错的 我是对我 我是错的 那么用一种方法 一种贵乱法来证明 另外一种贵乱法不可能 那是一个补充不倒退 因为这个贵乱法 明白没有 明白没有 明白的举手 不明白 不明白 那第一个是简单的 因为前提这样 做规刀法的导致能机会 让我们假定规刀法不是自行矛盾 但是我刚才定义过的 规刀法不在这个规刀 所以说 规刀法是假的 那就是说 我原来是规刀的逻辑 原来是规刀论 规刀论是自行矛盾 但是我刚才定义过的 规刀的自行矛盾 不在这些规刀法 然后不在这个规刀 就是说 明白吧 这没问题吧 给你定义它就不是这样 第二条 费荣去规刀在里面 什么叫费荣去规刀 也就是说他不是从严实的 他不是方式是该接准的 他可能会错的 那么如果一个可能错的一个结论 放在这里 作为前提 然后推出一个结论出来 那你能相信他吗 因为前提会对的 然后结论会对的 我自己说我是错的 我用我自己说我是错的 那我到底可不可信啊 就是这个推论 这个 推大法A 因为我们肯定很多成统同在类型的推大法 比如说我们也没取推大法 我也排除推大法 我们也内敌推大法 我们很多种推大法 那么他们共同面临的修复问题 那么现在我就是在领修复问题 那么你用这一种来证明 另外一种推大法是错的 那么就假定了这个推大法对的 而这个推大法本身对和错的 这是我要研究的 如果说不太明白的话 就以后可以再仔细去看看 那么这样子 我就是到了一条最重要的原理 就是说 从整体上来说 规大问题就是不可信 也就是说我既不能够证明规大法 可以的 也不能证明规大法 不可信 不可信 什么叫不可信 我们能够证明这个东西错的 我们就反驳它了 就证为它了 那么好 我们要么证明这个东西对的 要么就反驳这个东西 那么如果说既不能证明它 也不能证明它 既不能证明它 既不能证明它对的 也不能证明它错的 那就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就不能解 像比如说图灵机停机问题 那就不能解 做错 不可解 这样的问题 在数学里面会有很多 很多不可解的问题 就是说正面跟反面都不能证明 也就是说你所使用的工具 对它无能证明 那么但是这样一种方法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 那么它就为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到对 也不能说到错 在逻辑学的方法 用逻辑学的方法 你不能说到对 也不能说到错 但如果说你有些其他的理由来支持它 有其他理由 你辩护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 或者我们假定的一些 对它我们 我们有一些 我们认为很可靠的一些知识 这些知识 能够来证明它对的 你说它相对某些可靠的知识 很可理的 当你做了这么一种辩护的时候 罗经群就不能够来反驳你了 他面发说你不对 罗经群到这里就误不出声了 到此为止了 这个任务就交给其他的领导权 因此 它就没有 所以说如果说你找到一些 罗经群到这里 要说你准备了 那你就没有办法 因为罗经的方法就不能说错 罗经就不不出声 所以这个是这个定理 看来很消极的 这是它进行的一面 当然 我们也有可能证明 我准备那法错 但是都要假定一个对象 这种想法 这种想法也就是说 在科学方法论里的那种实用主义事实的基础 所以这个理论就是 求不可解析 是很多当代的语言之学 语言之学的问题 亏之学的问题 它的理论基础 但是他们不知道 而我呢 也没有时间去进步来说明 说明它的意义 很重要的东西 它这个证明方法 就是为解决很多分析传统的 分析传统的这个争论 提供的一个model 那么现在我们有一个 修工问题不可解了 那么然后我们刚才把这个 对于这个 认识论的 基于认识论的分离问题 和基于这个分离的分离问题 我们把它综合起来 综合起来 就得到更一般的 一般的一个分离问题 如果开放力的原有成员 满足复活力系统 那么开放力的新成员 是否 是否必定满足该分离系统呢 那么如果说你认为 修工问题不可解 这是修工问题 不可解 这问题不能回答 你不能说它满足 你不能说不满足 你就有可能满足了 可能 你不能说它满足 满足也不能说 那不满足也不能说 那就可能 yes no 也不是那种 折硬币 是否必定正面啊 正面啊 正面啊 正面会朝上吗 不知道 我没办法回答 正面会朝下吗 我没办法回答 那就可以 那么 好 那么如果说假定修工问题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绝不合理的地方 所谓绝不合理 所谓绝不合理 也就是我们假定的一些背景 假定的一些条件 那么我们就不假定开放力的新成员 一定会落到分析之内 因为正面解决 不合理的 那么 合理的 那么就是说 未来跟现在是相似的 那么开放的 开放的新成员 跟旧成员是相似的 那么 它会落到原有的分析 不去了 因为原有的系统 多够找到分析 那么 新的原有的东西 各体 多够找到分析 那么新的各体 也都找到分析 那么 如果不可解 那么就假定 有一些成员 可能会有这些分析之外 你并不所有的 所以你没办法说 就有可能 新的结员会落到分析之外 好 我们这里就把这几个结论 我们就把它 用一个云字来说 如果我们说 不存在开放力 有四些它就成员 各体不会增加 任何类都封闭的 成员不会增加的 叫强困地实际下 各体会增加 但是性质不会增加 我们已知性质 这些就是 新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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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具有的 都满足的 相处分析 就是肉分析之下 那么第三个 就是所谓的 开放自己浴室 那么现在我们 直到这一步了 现在你们看看 怎么要往那个逻辑去跑 跑到这边 逻辑去就来了 大家还没看到 那么下面 否定制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 弱封闭式假定 假定 我们世界 原有的世界分成两半 pi 分成两半 p 刚才有p 跟not p not p 定义我们相比 就是not p 是性质 p也是性质 not p也是性质 当我们说 你儿不是闻的 我绝对不是说 你儿是虚无的 你儿是无色的 门也是不射 我们就说 你儿是另外一个无色的 所以说 用一种not p在里面 不是说是虚无的 脑子也不是垃圾箱 什么时候往脑子里面转 不是脑子 不是红 但是它一定是东西 或者脑子就表定了 往往会表定 我们其实的一个 不确定性质 不确定性 不精确性质 但是它不是垃圾箱 它是什么东西走 它怎么扔 not 是非常运气的意义 我们现在要分析 那么现在就说 一个p 一个p 把圆域中心 w 是圆域中心 w 心 这是开放力不可大 心中心不可大 然后圆域中心都是p 或者不是p 那么心中心 讲起来了 也是这样 所以恶乎比赤箱 当然 如果这个强强比赤箱 那么就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 这个繁远 就只有一个w 这个球材 那我先看看了 这个就是 就是 復兵 你看 那个飘法式的假例 因为 为什么呢 新东西吧 原有的世界 改为这个世界里面 pr 扩下来以后 一部分东西 同样具有 对 一部分东西可能 它可能具有些东西 所以就两种选择了 要不就是说 跟原有的世界 一样不解可能有 或者说 未来跟 未来东西 跟现在东西 绝对是不一样的 那就对 成功问题 做一个反面的分量 因为我这不可解 所以 有可能跟原来一样 有可能跟原来不一样 那跟原来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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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系统是什么系统性 系统就是跟原来不一样 可以系统 G不是 N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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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跟什么系统性 跟什么不一样的系统性 你才是多少 这里来了 这里来了 这个图是 我很长的那篇 英文的paper里面 Copy下来 所以没把它翻成中文 这东西看起来 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 他就做清楚 这个图 大家还有很多 比较复杂的形态 图不同复杂形态 我们就说清楚 不同道 在这里呢 在我们今天的讲理 主要是讲 今天我的讲理是讲 我去年 在中国社会课计上 画的课计上 但后来我这个旅游 又进步进行 但是我有特报告 今天我报告 还是我 这个 去年 当然今年 还有很多新的进展 这个就 特报告 这是 那么 那么 在强宏彼西亚县下 我们就满足互伯律了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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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宏彼世界里面是 没有这一块 没有这个环子 所以说 一个东西 如果说具有Pi的气质的话 它就不会具有 Lot-Pi的气质 如果说一个东西 一个个体它不具有 Pi的气质的话 它一定具有 Lot-Pi的气质 所以它都是 互补的 看到没有 这就把逻辑引进来了 那么 这是在强宏彼西亚县 那么在弱宏彼西亚县下 可以一样 像下里面说 将来东西 新宏彼西和旧宏彼西 相似的 所以对任何东西 只要它是Pi 它就绝对不会是Lot-Pi 那么如果它不是Pi 它就一定是Pi 那对称的 必然的 没有选择的Pi 这就是说 如果说你想来描述 开方的一个逻辑结构 它就说过了 所谓开方的一个结构吧 就是用逻辑的理言 来描述开方的 然后再看看这些语句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就是描述结构 可能我自己在做的 那么但是在这个 但是在这个分歧世界里面 它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那么如果有一个东西 它是Pi 那么它一定不是 那么你看 这一块是 两块是 分开的 没有一个 不是overlapse 没有overlapse 所以说 如果说一个个体 他帮你一个个体 他若不是有权 但是问题在于 那么如果是一个个体 他不是下来的 他不是不下来的 那不是不下来的 他就没有落到这一块里面 那么他落到这一边了 你看 那这边有两个选择 他可能落到这一块 那如果他落到这一块 那么他就是二条 那如果落到这一块 他就不是了 那么所以说 如果说一个个体 他不是Pi 他是不是了 这件事 不知道 就好像 就好像我们 我们约一个球 我们不往这里面 我们往这里面 那他有两个路点 有两个路 就两个路 不知道 就好像 有一个盒子 盒子里面 有两 盒子 垂上不去 有两块 他怎么说 所以说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了 如果说修摸问题 没有一个正面解决的话 有一个正面解决的话 有一个正面解决的话 那么封闭令上的 否定时运算 就是符合 不补虑了 那么如果说他没有这个原理 就开放这些预设 开放这些预设 当新科技无法加入 某分裂系统的某子类时 他可能同样无法加入 该分裂系统的任何其他类 相应地 新科技既不具有 某性质组中的某性质 也不具有 该性质组中的 与他不相容的性质 当新科技不满足 表达某性质的未知识 他也可能不满足 表达于 该性质不相容的性质 因此呢 在这里呢 他就不满足互补虑了 因此 关于开放的知识表达队 他必须要在一个 必须要在一个 违反互补虑的正面 所以这里没有什么高声的道理 只要我们想想 只要我们想想 我们怎么样来认读 一个图在这边 上面分几个区域 然后你把一个小凸回下去 就是我们学概率论里面的 先做这个事情 几何概率论 学过概率论论没吗 你们学过概率论的 是不是这样 几何概率知道吗 几何概率知道吗 就这样 是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不确定的 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是不是 这样表示 是是不是 那么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来 来构造这个 我们下面就要开始来构造这个 一个逻辑系统 那么这开放的也是比较怪的 就是说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能够通过描述一个类的成员的方法 来给出类的 我们都学过数据都知道 我们有一种给出类的一个方法 那么给出类的一个方法 往往就有一种就是 美取方法 就是这样 立取权了 但是因为你是开放内 所以这里的成员 你没有办法把它立取出来了 所以用这个美取的方法 是没有办法的 是这样 那么所以说你要来描述开放内 你一定要以一个性质 因为开放内 不得的变化 从这个这么大到这么大 它有个东西不变 就是说 那个成员所具有的性质 这个不变 因为你没有这个性质 就没有进入这个类的资格 所以新的个体 要能够进入这个类 这个类才开放内 比如说在前部变化 它那个性质是不变的 但是 那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认为世界上存在的 性质这样的东西 所以 思绪教教会 我们都不会认为这些 那个东西是红的 红的就是我们的性质 我们说红有概念 红这个概念里面 有红的概念 可以通过这个 给出红这种性质 来给出这个 红的这个外形 满具红性质的个体 不够准备 但有的人他不认为 有性质的东西 红的性质就是那种东西 这么一种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要来说 还要来说说 性质是有的 内涵是有的 那么这样的我们 才能够用性质 或者内涵 我们来给 来描述 因为开发这些 不是东西外 我们现在该怎么来描述 这个东西 存在两种描述类的方法 其实没去法 其二是 其二是概括原则 那通过能举法 那么就是说 通过类一举 所成员 所以概括原则是说 我给了一个性质 就有一个恰由 恰由所有 具有该性质的东西 有一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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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讨论内涵 就是讨论内涵 各级上 各级上 有一个性质 因为 对我们这儿的用法足够了 足够了 那么由于开放类是可扩展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历史上是成员了 所以没举法 不能完成任务 那么这开放类 它有一些对象 这些对象 具有某一性质 但不出现在开放类 它还没有来 你还没出现 所以呢 没举法是说 那么具有性质 这里我们就说 有概括原则来描述开放类 不敢 因为 它所有的具有性质 这样这个东西封闭了 别人性质 所有 而开放类下开放类 它没有来 也出现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开始来描述开放类 那么我们这里就 W就是现实的 或者物理上的 存在的一些 它们可能是 某个便利 或是万言 比如说 星星是大 或者是某个自然类 自然类就是这样 动物老虎 青菜 自然就对起来 那么这个斜体 是W所谓的神言所谓 共享性质 那么我们在本体上承诺 假设 潜在女性个体 就是所谓的新个体 新东西 新出现的东西 那么它们具有 W的性质 但是并不在女出现 并不在女出现 我们刚才说 我们刚才有一个圆 有一个圆 打的有 打的有是大 那么当初有一个环 那么环的一个圆 就是打的二 那这二呢 就是 就是一个类 在扩展性 扩展性 它会的 这些类 会使没有的类 那样 不大 那么全部加起来 那么 那么大家这个游戏同学 可能会想 你在讨论开放类 那你又有这些钱 站着有些个体 那些东西 那但是因为你要 你要说这些东西 你就得要谈论它 谈论它 这些东西 就似乎得有 得要放在某个地方 只能说它 这样子 所以说 我们只能不在 或者各自的区分 就是说 这个里面就居在 这个成员里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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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新出现 这些东西 做的这么有趣 但它都是在的 只不在它们存在 在在的意义上 做一个 做一个化分 那否则你不要把谈东西 谈东西都都有 总的总的在我们 这边有这么个东西 总的运设 这些东西 这边有很多哲学问题 那么这样我们就来定义 开放列了 下面都是定义 没问题吧 下面全部都是定义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说你们 兴趣怎么样 全部都定义 P是一个开放列 它有这里一个 已知存在的个体 已知的个体 在这个上面有一个类 P 画个图给大家看看 这是一个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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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上 有一个性质 有一个P 这个就是P了 有P就在这边了 但是 但是 它 这个P是不扩大 所以它存在了一个大的有缘 它W是大 那么在这个里面 这个环球就是W2 在W2里面有一些成员 这个成员也是P 这样 在这个P P P没有扣道 通过它会有的 那么这里这个成员 跟这里成员 都具有一个P性 扣道 这就是这个地理的意思 这样就罢了 那么如果是你没有这一块 那这一块外面这个东西不要 就封不起来 没有扣道 封不起来 这里是一些结合的运算 开放类的一些 一些交开放类 它们在这个上面有很多的类 交交起来 也并起来 也包含关系 那么为了讨论这个开放类的补运算 我们引进下面一个原则 N的原则 比如任何一个个体 核心这P 该个体不具有P这P 当其其它具有某个一P 不相同性质 比如说 比如说有一个个体 它如果不是红的 那么它一定具有一个 有红不相同的颜色 它要么是透明的 它也是一个颜色 要么是黄的 所以这个性质 看上去是很奇怪的 它证明起来很奇怪 所以我们这样就不多说这个事儿 我们现在为了这个 理路上能够完整极限 我们就说 有一个类 这个类 为一组性质所划分了 那么对于这个 有一个类 对于这个类 类的各种类的各种类 如果它不具有某一性质 一定具有某一性质 就像我们说 这是物体 物体被颜色所划分了 那么如果说一个东西 不具有红颜色 也就是一类 这样 所以这样我们下面就 把范围一缩小 那么这个东西 现在就没问题了 当然如果说一般的说 就要证明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刚才都说这个 Not P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划分 划分的是 那就是 P1 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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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P1 或者 P1 所以我们叫 NOT P 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性质 非常明确 含义是很明确的 不是说红 非红 什么都不是的 那么好 那么好 那么现在我们说 P是W上的开方类 它所对应的性质 是P 因为有一个性质 有一个类 哪个P是它的补性质 我们称 这个 否定P 是P在 W上的补类 那么如果 这个否定P 是 W中所有性质 就性质 NOT P的个体 就会 这是一个类 但是P是什么类 能不能跟P不相似的 另外一个类 下面我们就可以来 来讨论这个开发文位置的意义 和它的真理条件 真理条件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 逻辑学里面的语言里面 有一些名词 否定啊 吸取啊 何取啊 就蕴含这样一些词 那么这样一些词呢 会把一些最简单的一些词 通过何取细句否定 这样的词连起来 构成一些复杂的语句 那么现在就要问 这些复杂的语句 指什么东西呢 如果说 如果说P 如果这个位置P 指它 指这个开方类 位置Q 指这个开方类 那么 P 何Q P 通过这个何取 可 P去 或 这个运台 如果那么 走运 那么 把它 连接次 把它过去做会 接受 他们说什么东西呢 他们意思什么呢 意思什么呢 那么下面就说起 他们意思了 那么开发位置 P和Q 分别指称P和Q 那表达P 那表达P 性质P和性质Q 那么当然 这里就是 核取也同样的词 性质也同样的词 那么这里就表达一个 运堂关系 那么对我们最关键的是 第四个 3.4 那P是W的开方类 它对应的性质是P 开方位置P 只称P和表达性质P 只称类P 和表达性质P 性质P就是用一个写体来说 那我们称 这个非P 所以开方位置 如果它只称一个 这个性质 这个性质可以表达 那么下面我们来 来讨论就是说 对于开方的理据 那么如果呢 如果来谈论真假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经典逻辑里面呢 这是一个位置 说阿尔法 不是说阿尔法是P 阿尔法是P 阿尔法是P 这句话真的 道具紧张 阿尔法有P性质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P 是表达了这个性质 只称一个值的表达性质 所以我们说 如果阿尔法是P 这句话真的 也就是说阿尔法有P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P 这个小P就是这个大型 那么说阿尔法是假的 阿尔法是P是假的 也就是说 阿尔法不具有P 因为这P P就真的这个位置 表达了这个性质 但是这样的一个二致逻辑 在我们这个理论里面呢 就比较难使用 难使用 那刚才我讨论过去 已经知道了 你看 已经考虑到一些不确定的现象 已经考虑到一些不确定的现象 你看 当如果某个个体 它不具有P性质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具有 NOTP性质 这些事情不清楚 这些事情不清楚 不清楚 那为什么不清楚呢 因为这里 这里有一个小三角 这小三角 这个小的记忆不是P 不是P 记忆不具有P性质 也不是NOTP 所以说 如果说 有一个个体 不具有P性质的时候 它是不是具有NOTP性质 这些事情不清楚 断定不了 因为它不是P 两个可以 断定不了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在哪 所以我们就需要来扩充 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定义 这种套 那怎么扩充呢 我们就说了 PALFA是真的 当起ALFA被 区定 就有P性质 那么P是假的 ALFA区定 不具有P性质 那么记忆的区定 它具有P性质 也不具有P性质 那么如果说 我们这个图里面没有这块 没有这块 就这块 就这块 那么如果它不具有P性质 由于我们这个图里面是这样画出来的 它把一个图一分为二 所以说根据它不具有P性质这个性质 这个条件一定能够推出它具有ALFA性质 就是它有个可能性是两个 但如果我们多了这一块 就麻烦了 不具有P性质 就有两个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一个类比 大家就能知道为什么不具有P性质 所以这就不能确定了 这就不能确定了 光靠不具有P性质这个条件 就不能确定它到哪去了 比增加点性质 但是呢 我们再继续 否定时间就仅仅是考虑 不具有P性质这个条件 并有加速质 那么好 这里首先就是开放式预设 开放式预设 开放式预设 这里就是说 也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W 那么一个性则P 对于一个个体 有一个个体 所以这个W性 所以这个圈有一个个体 那么 那么存在的一个 存在的个体 那么它具不具有P性质 也不具有P性质 也就是对于一个性质W P 和这么一个W性 一定有这么远距 假定这一块区域存在 就是开放式预设 那么这强弧必须预设 我们就不说了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 逻曲定理 那么如果说 这是真的 P 有一个个体W 具有P性质是真的 那么它具有非P性质是假的 那么如果说 它具有P性质是假的 那么它是不是具有非P性质 这件事不确定的 那么如果说 它具有P性质 这件事不确定的 它具有P性质 这件事不确定的 那么它具有非P性质 这件事不确定的 那么它具有非P性质 所以这样我们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否定词 这个否定词吧 这样写吧 符号写的话 大家把它看P 那我们给这样来写 这件事不确定的 这个是P 这个是P 可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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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是真的 把它否定是假的 如果它真假不确定 它否定是假不确定 那么如果它是假的 它否定是假的 所以这个否定词 它不是一个互语的 所以这个否定词 这个否定词 在我自己的一种范围当中 就还没有这样的否定词 所以整个人的这个 开放力的逻辑 它的逻辑 它的特点 就是这个否定词 它的理由 我刚才已经讲了 那么当然它其他有一些 它有一些证明 证明在我这儿 因为同学们 他们不是研究这个领域里面的 我就不多介绍了 所以说 当然我们还有些定语 这一个是蕴含词的一个连接词 它跟这个是 还有关于谢曲的 谢曲 何曲连接词 下面还有这个何曲 那么这样有了这个 否定词、何曲、蕴含和吸曲 那么这样我们就 构造形式语言的 构造形式语言的句子的句法 都已经给出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就被我们的这根 从一个问题出发 就它进行哲学分析 那么给出它的形式描述 最后就从余异的角度 就给出了 那么像这些连接词 在比例上我们就可以做推理系统 在推理系统我就不介绍了 我们可以做硬体有限系统 可以做位置系统 可以做模态系统 可以做波域系统 可以做波域系统 所有的区域都是由这个 由这个问题 所以它就由这么一条不同 所以它这个逻辑理论 就跟其他的理论都是不一样 它就描述了开放力 因为这个东西能够成立 就是因为有开发自己的预设 才有这个结果 如果没有开发自己的预设 它就对胜 好 谢谢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也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懂 但是我想至少有一条 你们就觉得世界上 世界没有这么简单 世界没有这么简单 有些新奇古怪的事情 还是有的 同时要说这些新奇古怪的事情 还得想到好功夫的 那么下面这样 同学们有问题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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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事情 我就说了 为什么已经这个东西 主要是因为这样 我刚才说过 就是我们想处理那些开放内 你开放的是在那边的 有一样东西放在那边 它很重要 它到底结构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把它搞清楚 什么是什么是 在学术研究当中 什么东西重要 什么都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些 你每天看到 你经常碰到 但是我们不清楚 就觉得 因为这个东西解决以后 因为它很 一样东西 它很简单 它非常简单 它到处出现 我们又不清楚 这种事实的最重要 就是时间空间 最简单 我们只能看到 那一个不清楚 它一开始一搞就变得 所以是变了 所以研究就研究那些 经常看到 经常出现 而出现 那么具体的意味方说过了 我们想来研究一下 就是像那种 像那种 就是 决策论里面的那种 不完全一样的空间 但是我们现在的内容 它表扬了大概 我再过一下 才能够 用这个理由来研究 我去推理一下 还有哪些 我想分享 中国传统的遗迹 它是属于开放时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这个我没有研究过 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对不起 但我希望 每天我能够移除 说不定 过程有问题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开放时逻辑当中 是否存在一种情况 它既属于P也不属于非P 我觉得好像 怎么不太可以想象 因为P和非P它们之间 是一种互补性的关系 怎么可能 现在的P和非P之间呢 比如说 我看到所有的鸭子都是白的 然后你说 怎么可能突然有些 出现一只鸭子 它既不是白的 也不是非白的 那首先有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 因为就是说 所以我们知道非白 这个意思在我们现在很明确的 非白就是说 现在所知道的这个颜色在里面 把白去掉以后 剩下的所有的颜色 就是造成的那个集合 就是非白 是不是 那么所以说 如果说一个东西是白的 一个鸟是白的 它一定不会具有 非白的那个集合里所具有性质 那刚才我说 那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 我们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毫无疑问的 就是 绝对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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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物的说 说 以后永远 以后的东西 跟颜色 都是这些颜色 没有它定理能够说这个 没有绝对物的道理能够说这个 因为我们太熟悉颜色了 所以我们不大会有关于颜色 实际上 说到头来 所有的关于颜色的理论 都是物理学理论 就是 您觉得可能 那个颜色除了白 非白之外 还有其他的颜色吗 这是可能的 我这举例上是可能的 我觉得逻辑上太难以想象 哦 逻辑上太难以想象 但是 逻辑上容易想象 事实上难想象 逻辑上容易想象 事实上难想象 因为事实上 我们常来不懂得怎样 逻辑上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但如果说 你不举这个例子来讲 举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学生爱好体育运动 来来帮非洲学生 那这个就好下去了 对你现在对你们 华中理工大学学生 华中理工大学生的体育爱好 你是这么一个类 要么玩篮球 排球 游泳 是不是 对不对 出来来那个新人 非洲来的 他玩什么一种 他玩什么一种 就不落在你的分裂系统当中 所以说他可能具有一种新的活动 既不是篮球 也不是非篮球 但我这个非篮球 是红圈的 如果你能够把 华中理工大学学生爱好体育 你能够一张表配给拳的话 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想象了 你这个这么多 您现在就是把PI分成 Pi和LogPi 还是LigerPi 或者LogPi 但是如果您是这样分的 把P分成 把Pi和非Pi 那就说像沙文大学说 P就是属于白色的话 那么非白就是 其他所有的颜色 都可以改为LogPi 那你不存在 您界定这种三种 你这个所有 你这个所有是什么意思 你所有实力 已经知道的所有 是现在有的所有 那未来所有 你没改过就去 你还不知道 你不能够说 你这个颜色 永远 没有另外的 你都是这些东西 你不能这么说 你新东西 我讲的是新东西 是有可能的 我留下一个空间给你的 那如果您这个开放系统 是这样 无限开放下去的话 无限开放下去的话 那就可以把 什么都可以挡 这个开放系统 但是您现在强调了 预设的前提 就好像有一个 把它分为 强风的系统 还有落风的系统 还有一层的一层的大风 所以您这个 我觉得您这个开放系统 不可能无限制的开放 开放下去 必须是有限制的 那是这样的 就是说您注意到没有 我刚才讲的那个修夸问题 因为我这种 容器人的观点考虑 所以你现在考虑 就常识的观点考虑 常识的观点考虑 明天太阳怎么有可能不升起来 不可想象的 但是逻辑上说 你没有道理的 你没有一个 确确实实的道理 说明天太阳也不升起 明天我说你说话差 我们怎么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突然来的外星人 乖乖地来了 他有气度 我们都是没有的 我们从我们的与会里面 从我们的世界里面 找不到一处词来 描述他的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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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逻辑上 就是按照西方的情况 就是说近日很白的 也就是未来这个区域 那我认为 但是同时 我认为它是不高 还是只有信息的 而且近日我朋友认为 它应该是不高 存在 就是好处 因为我认为 存在分 分为三种性质 不知有量的性质 它显然不是 一部不能量的性质 而我认为它 它有个包含 是各种性质 就是说 在讨论这个颜色 就是说它 白还是非白 这个问题上 如果一个 未来那个东西 我们不知道 还是白或 海中 还是非白 那么在讨论 它这个 它这个 到底是白 还是非白 这种毫无意 所以说它 对未来的 事物 在这方面的 属性 它应该是困难的 是这样 这样 你至少可以区分出新东西 区分出一个前所谓的东西 我觉得区分在前所谓 因为否则 如果你不这么区分的话 你就不能够描述新东西 新东西 旧东西分不开了 所以你这样 有一个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p 有一个notp 画了第三块东西在里面 你就能够说出一些 与众不同的东西 它在这里面 让我觉得画出的第三块 或者说区分一个新东西 或者说 把一个新东西放在这个类里面 是根据它 这个类有一些公共数据 而不是说 在白和非白 这个方面的 是这样的 当然 因为白和非 白是一种 关于颜色的形式 当然我们看一看其他形式 你试想一下看 你如果说把那个非 你不说得很清楚 让它能够容纳 那个前所未有的颜色 和东西 放在里面去的话 那你就要用相同的 态度对待它 你就会跟 根据对待其他颜色 一样的态度对待它 但是它跟态度是不一样的 里面的经验力是没有的 所以你有必要的 要去做 那 这个 据我说这个类的定义 在传统逻辑里 是用本质所谓的定义 是不是 就是说用一套 什么属性来定义 然后维生产 就搞出一个 相处相似理论 我们拿不出一套 本质的处境 对 那么这两个 到底哪一个是开放 哪一个是 是不是两个都可以是开放的 都可以开放的 都可以开放的 也都可以封闭 对 因为比如说兄弟 就你们家里几个兄弟 那成员都可以在里面 这就不是开放的 对 就是它可以是开放的 都可以 但是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你看 它这边几个问题 它这个是内涵 这是外延 是不是 对不对 对 它好 比如说 它有几个可能性 变化 它不变 是不是 变化 变化 是不是 不变 变化 是不是 不变 变化 不变 不变 是不是 像开放的 像文德克斯特的 教育的生理就有这样 它内涵也可以变化 同时从街上 对 它也可以变化 对 对 那么是这个起来 那么在这有一些是内涵不变的 我现在讨论是内涵不变的 性质不变 外界的变化 对 就像那个华智飞大学的学生 它内涵不变 它的外界的变化 对 对 对 但是它这个 这个学生的不变 它里面的分类可能会变 因为它成员变化了 成员变化了 分类会变化 新东西进来了 新东西进来了 像那个家族相识 那种东西 我们用逻辑怎么描述 比如说 因为我考虑搞了个计算机的话 我要用计算机来处理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又需要 那个什么 需要逻辑机器 对不对 很难知道 它没有内涵怎么描述 它内涵就变化 那所以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我昨天报告说过 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是来描述的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是没法描述的 有些东西我们可能是有定量化的话 可以来描述 一定我们可能做不到 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一个证明 没有一个证明 证明这些事情 就是 加州类似的我们是没有办法 给它定量 所以我们没有证明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 一定能做到这一条 所以我们总不能够希望世界上任何事情 都是能够有一个严格的方法来描述 比如说 我们希望有一个严格的方法来描述 数论 那么哥德尔佩特就告诉我们 走到 我们希望问题的有所解决 但是我们最后我们知道 有些问题不能够被解决 那么我们比如说那个家族 有那个家族数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如果计算机要判定 比如说麦喀什和丘吉尔 他们两个是不是一个家庭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跟树他们去走 然后就能够判断出来 他们到底隔多远 这样来地 他们是不是一个家庭的成员 我们有没有这种可能做 你觉得我们不需要用本质数论来描述 把一个家族数码 他这里可能不是讲 比如说查基因 不是不是查基因 就是说他们两个 不是 因为他当初 他家族数码去走 最后他们能够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个跟查基因一事 就是他 比如说你说这个 都一个父母所生的 他当初 我那个说家庭的事的时候 他主要不是指这个 主要是指救生 这几个在那边而没有 就差这个 不是说你父母生 那没问题啊 都是父母生就得生了 对不对 都是某人跟某人结婚了 他们的子女 某人跟某人的子女 就不是这样 他只讲了 他讲就是不爱冒 不爱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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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我们拒绝 他所以常常用这个游戏 来做例子 那游戏你怎么可以想 他那个属性是没有一个 游戏这样你看 内海也变 外野也变 对 所以这个是很难描述的 所以我现在描述这个 内海不变 这个内的 加方内的 这个不变的 这个不变的 快点 这个情况 内海边外也不变的 这个 这个是很少人 不能说是不可能的 这个很少人 这个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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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 按照文書的话 那个 在 非白和白之间 有其他的 不可预计 对 就是说 按照 这个 这个 这个不可预计 到底有没有有些个问题 然后就是说 白和非白 现在就是说今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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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和非白 然后明天可以 另外一个 对 但是说 我现在说 非白 和明天说的那个 非白 那么它就是一个 就是 它本身也是 知道了 我没面对这问题 这个 这个 非常好的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非的概念 也是不太变化的 对不对 但是我这里没有讨论 变化问题 没有讨论 我现在这给定了 一个语言框架 语言框架先给你了 语言里的意义 已经给你了 然后用这个框架 来描述世界 当然你这个 变化以后也一样 因为变化以后的语言 很可能再面临新问题的 是不是 所以总会拓展 我扩展 又有些问题 扩展性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 你端端能带来 对对 就看你怎么看问题 计算 按照你说的话 那个 所有平均计算机的 名腰代码 也就是说 它所有东西都用 或者腰 这样一个 名牌代码来表述 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东西 按照平均计算机的计算机 计算机计算机 它无论怎么发展 它也不可能能够描述 出现实 那肯定 那肯定这样 因为它永远存在的那种 又不是你又不是腰的东西 哦 这里面看见这个灵药 做什么东西了 因为这个灵药是两个符号 你规定好的两个符号 是不是啊 你用灵药的组合来描述东西 因为在计算机里面 灵药就代表湿和飞 对 一个东西 现实世界当中 它除了湿和飞以外 还有其他的 不是湿和飞 那我告诉你这样的啊 也可以 这是一个东西 这是什么 零药又是什么 是不是啊 第三个东西了 是吧 真又是个东西 所以我零药可以 很多组合办法 真假 真假的确定 这当然是有些东西 我可以试试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 真假的二十个字 四十个字 好 就这样 非常感谢大家 那还有问题 哦 还有问题 如果是小于 小于子的 你告诉我 为什么 我们是开心的 因为我讲的是十无穷 讲的是十无穷 十无穷 有两种 其中的潜无穷是十无穷 比如说那个 像那个靴 潜无穷 你再往前滑去 你要多大 你要多一点它就多远 但是它是没有完成的 那么有一种无穷 是完成的无穷 就是十无穷 十无穷 那十无穷里面都在 不会多一个不少 比如说 所有的流鼻手 放死 不会多一个不少一个 但是如果一到二的 你觉得不少一个不少 那一到二次 一到二次的所有整数 那当然必须 是什么 十无穷 十无穷是一样的 一到二次的所有手数 跟所有手数一样 那他们都对应的大小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 一到一次的十无穷 是什么一样的 就是可见的 可见的 零到一次的十无穷是不可以的 零到一次的十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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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所有的整个十无穷 桌上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做一个对应 做一个函数 零到一 都可以 都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那个函数 你可以做这个变化就行了 这样 这样子 这样子 它两边飘的 不是这个吧 是哪个吧 是这边啊 把这边定下来 对 这边定下来 对 那个什么 读书不忘记了 这个是正切啊 什么 二次之一π 这边二次之一π 然后不知道是整个数 对 Y 怎么知道怎么做漂亮 它不是一个对应起来吗 对 对 那你把Y 说 移轴移移 再加上一个什么wire 它就能带你自己去看 好 好 那最后一个了 我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就是说 那个就是你画的那个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 你讲的这个开放性的系统 如果 我们就是说 如果学物理的话 就是说 一个开放性的系统 一个分泌性的系统 一般我们来说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会说 你拿一个水来挤一个东西的话 但是 把这个盖子 那个图子就不会去完 那就可以看出分泌 好 如果是开放性的话 我应该把这个盖开 就是说 像你那个符的画 就是说 画一般的圆圈 这个圆圈 在我们的一般的意识中 就是说 代表的一个分泌性 实际上 应该虚陷 应该虚陷 这我画就这么画 因为 你别问我 也不说懂 你问我就虚陷 我觉得它是 就是说 我知道 这个只是一个符画 对 但是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把它画成一种 就是说 我觉得它 按照你样的方式 就是说 一个圈圈 一个圈圈 大概是 持续的 在这个实时空间里面的 一个扩大 然后会出现新的东西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类的话 就是说 这些知识 它不能估计它 到底是 现实的世界 它已经研究完了没有 就是说 它已经认识完了没有 就是说 你先出来 那些东西 你是明天发现的一个东西 是吧 你认为它是新的 但是事实上你不知道 明天发现的那个东西 一定是在 进入一个存在 或者是走进 它就已经存在 所以我觉得 那个东西就是 我一看那个图 我就觉得 它是一个 一维的系统 或者说 就是说 一个 从实距上来说 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在空间上面 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 思维的空间 维持上面 我觉得 那这里是这样的 首先这样就是说 你看问题的角度 你说什么问题 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 什么一个范围 确定 在谈这个问题 所以相对的 有一个 要做点 出发点 在讨论问题 所以你不给一个出发点 就没办法说到 你给一个空间范围 也是一个出发点 先给定这个外面 是不是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问题 我们今天晚上的讨论 非常激烈 我们精彩的演讲 精彩的提问 特别是 第一个学生提的问题 非常好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 开放级的问题 这个情况上 我想到 和我们 我考虑的学的 那个问题非常类似 我们要 为什么要研究 心目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 讨论了几千年 讨论不清楚 然后在现代 我们又重新提出来 为什么能有一个 新的动力 就是计算机科技的发展 其实逻辑上面 也是一样 这个开放级的问题 在古代 它就已经存在 但是 大家可能都把它 忽略掉了 因为用亚实的逻辑 对不对 我们就有现有 一套的东西 大家讲得比较好 然后现在 重新谈这个问题 我相信也有一个动力 就是来自计算机 科技的动力 因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确实有很多类 有很多情况 我们要做人工事 来自计算机去处理 这种计算机 就带来一种新的机会 让我们认识到 有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开放级的问题 而且问题变得非常的尖锐 我们一个有限的需要 要弄去这个问题 来提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开放级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居老师现在 在国际上 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比较率先 这些来的什么 一定要这么一个问题 代表了我们国家 我们中国 以及什么 世界上 那个逻辑 应该是最低调的方向 所以都是一个 非常有活力的方向 我相信这个活力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请你再来点击 的 当我认识 的 无忌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